目前社会上做纺织系统很多 大的小小的很多 它有的可以通过两到三道都可以解决 你不需要这么大的一个场景设施 那么我们这个场景这么大的场景 就是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用于 当地政府建设的一些大的项目 我们这个瓶应该是在用于 科学角色这一块的最大一个瓶 我们现在是主要是用于 政府的科学角色辅助角色 我们重点是在这一块 包括我们就是还有南水北调封城 还有包括环境污染治理 包括我们刚刚说的突发事件 公共安全 这块是我们重点要解决 或者是我们要争取的项目 因为我们现在从高度宽度和弧度 当时我们设计就是考虑到充分考虑 这个人坐在里面的一个全屏的角度来去思考问题 所以这就是它最优的 这个设备最优的一个方面 除此以外 别人有的 你有的别人也有嘛 现在就是你别人没有的 我们比别人更好嘛 所以肯定效果就更好 是吧 这个中国的用户就是 咱们华工这用户去要求说 我们要做个方案的时候 科室的美国非常重视 这个项目呢 其实时间大概在2007年 正好是华旗转向到科室做PANA这个时间段 那么我们进入科室之后呢 一直想在科室这边做一个比较有创口效应的每一个项目 所以当发现了这个项目之后呢 我们就跟科室起头并进一起来做这个项目的这个推进 科室这边是美国总部的人做了一个就详细的方案 那么不管是从这个方案的严谨性 从这个科室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技术服务态度 以及科室产品的质量 那么都让用户和我们相信 用科室的产品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就是唯一的一个就是可以讲一讲 就是SPIDER在这里的用处是非常大的 当这个我们选择了八个通道的这个立体通知输出 只有科室的这个SPIDER 这X20提供了八个通道立体通知输出能力 那么满足用户的需求 那这一点是可以讲一下 那么和科室合作以后呢 一直发展的比较好 那么我们先后签署了像这个 深海交大呀 华中科技大学呀 以及像那个天津规划局呀 SPIDER大项目 大概每年都有好几个 那么现在已经成为科室的一个资深的合作伙伴 在仿真尤其在这个模拟实行仿真方面 总的来说首先要说这个感谢 我非常感谢这个中国科室和美国科室两边的 这个对华企以及用户的这个项目的顶利支持 没有科室这个项目是不可能完成的 也不可能设计得如此的精确 不可能有这么好的影像